然后呢 我接下来想说的一个部分 是高音的部分 那么老师会 就是底下同学会说 哎老师那个高音部分 我们还要这样做吗 我告诉你们同学们 一定要这样做 而且越到了高音 我们的这个点 需要越来越集中 而且高音绝对不可以想 我要把它唱大唱响 而是应该非常的柔和 有控制的去唱它 就比如说 我来做一个示范哈 就是 很多同学都会这样唱 会觉得这样的声音 特别有穿透力 自己觉得听得特别过瘾 实际上呢 我来告诉大家 咱们的高音不能这么长 首先提起软恶之后 先找好头枪的位置 然后 虽然说同学们在这个 这个这个视频的那一端呢 可能听起来 现在没觉得 哎有太多的变化都差不多啊 可是我告诉大家 一般的如果在歌剧院 音乐听 听我这两种声音 一定是我刚唱的第二种 更传 而且声音更好听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我要把声音唱大 大就是好 不要 一定要唱到规格里面 越到高音 越集中 我们再来试一下 保持里面打开之后 顺着我们软恶抬起的方向 往前唱 我唱一个稍微高一点的 对 点要小 我告诉大家点小就是 如果说我那个嗨C唱得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声音就会听得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唱高音的时候 是这样唱的 大家能感觉到吗 能不能感觉到我好像做了一个吸起来的动作 能感觉到吗 黄学们 咱们这个在听课的这个过程中啊 其实自己经常应该总结一下经验 就是老实说的东西呢 可能我不一定明白 但是我要通过老实给我做的示范 然后我自己去揣摩 我自己这样唱舒不舒服啊 我这样唱对不对 对不对 同学们 我们不要去扩大它 高音永远是这样唱 对不对 是这样的感觉 是这样的感觉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做一个错误的高音 我尽量的不想去做错误的示范 因为错误的示范会对我的声带造成一些不好的状态 好 我给大家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哈 就是很多同学喜欢喊 这样 把它底下的这个状态和高音的状态是一样的 这样去唱上去 现在同学们听起来觉得 哎 好像也没太大区别啊 可是 一到音乐厅这样的大的场合 就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炸 而且很干 而且不好听 明白吗 同学们 好 现在呢 我们说到了这节课的另外一个干货 我们现在呢 需要结合气息和凶声的练习 因为我们找到了头枪 对不对 全是抬起来这个软饿找到这个位置 那么 头枪如果光有头枪的这个状态的话 肯定也不对呀 就比如说 也是不对的 如果说没有凶声的支持和气息的支持 我这个光有头声就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说 同学们 我们来做一组这个 用哼鸣带着哎呦的练习 同学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去结合一下我们这个太极的手法 比如说我们唱 先唱那个哎呦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啊 大家明白吗 先在高音上面哼一个 让它的气息走起来之后 在哼鸣的状态下找啊 我们在哼鸣的时候会发现 哎我们的舌头后面会贴住上额 这是舌头 这是上额 说啊的时候把舌头放下来 好吗 我们来做一次 同样使清凉油的位置吸气 把咱们的脑袋都吸开 然后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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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又加后鸣 连着啊 后鸣连着啊 吸气 结合着太极手法啊 让这几个音呢全部都运作起来 均匀起来 千万不要哎呦 不要这样啊 这样每个字使劲呢 就不好了 一定是均匀的 明白了吗 大家 然后 就顺着咱们的这个 吸气的这个方向 嗯 感觉头都是开的这个状态 舌头是放平的 看我的看我的嘴巴 哎呦 大概只有一是舌头稍微会起来一点 我们往后 哎呦 找一个文化香的感觉 嗯 嗯 嗯 顺着那个嗯 嗯 一直开一直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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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后面的这个软软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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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着这个方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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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再唱 下长 戏开套 最后一个 好的同学们 我们这一组练习做完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用哼鸣去带这个哎呦的练习呢 感觉哎 哎呦 感觉好像这个地方都开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眼前是开阔的 月亮湾双老师唱歌声音白怎么回事 唱歌声音白是因为 你老啊啊一这样 往外去唱 那么尽量的去吸到这 你试试半掌哈欠 老师 我看搜发明月到前面是什么 搜搜搜搜搜搜搜 我爱有我 搜搜搜搜搜搜搜发明月 是这个 好看来今天同学们都有收获哈 找到了这个头枪的这个状态 好非常好 现在呢我首先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作业 相信那个那个咱们咱们这个群里面大家都知道哈 咱们今天的作业是映山红这首歌 那么怎么去教这个作业呢 我告诉大家 每一句的前面加一个哼鸣 就比如说 明白了吗同学们 每一句的前面用哼鸣带 我要盘得有 红军来 你上开边有 你上红 大家明白了吗 就是每一句都用哼鸣哼一下 然后再来带 带着后面的字 用哼鸣和韵母来唱歌 可以代替练声吗 其实我的建议哈 练声还是要练 然后哼鸣和韵母呢也要唱 对 咱们的作业呢就是这个哼鸣代唱 映山红 好了吗同学们 其实真的很多老师都会讲很多关于这个头腔啊 这个高位置的这个这个问题 然后讲的特别的高深 特别玄妙 但是我就比较喜欢跟大家一起 就是从这个练习当中去找经验 我希望大家通过这节课呢都能够明白 哎 怎么样才能去找到这个高位置 怎么样才能去找头声 对不对 开口闭口都可以 好同学们 那么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的可以的 我会给大家录录那个饭唱 因为其实真的哼鸣非常的好 你看 但是大家提前一定要注意哈 歇歇的时候就半打哈哈钱 一定就要抬起转额了 大家感觉到了吗 哼鸣的位置就是歌唱的位置 嗯 夜半三更有 嗯 盘天明 嗯 寒冬来月又 嗯 盘川风 对 每一句前面的哼鸣就是起居的那个音对 嗯 我要盘得有 嗯 空军来 如果说 同学们一开始找不到这个位置呢 可以用韵母带 比如说 嗯 你慢了吗 同学们都可以 嗯 同学们说漏气怎么靠服 哈哈 漏气 大家就 你就多练习那个朗诵 大场的 夜半三更 这样 用这个朗诵的这个这个高位置朗诵的状态呢 去找 声带 闭合的状态 老师您前面讲的一边吸气一边说话 声音是散的 哦 您的意思是 哦 都是倒着哈枪说话是吗 你看 平时您就经常可以涂一点清凉油在这儿 打哈欠找声音往这儿说 嘿 嘿 我这样说话你明白了吗 里面是打开的 但是我的声音是集中在这个点上呢 慢慢练 一定可以 还有同学说高位置和咬字在门牙上 是什么关系 这句话我都没有明白 高位置和咬字在门牙上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咬字都应该在门牙上 高位置只不过是我们要想的这个位置的点比较高 你看 我这样说话也是在门牙上 可是我的位置很低 但是我通过打哈欠声音位置出来了之后 我的字还在这儿 可是我的这个头腔共鸣就出来了 对不对 出水扶龙问 是否一直想着向下对抗 对 能避免露气 是的 是 跟他对抗的感觉 夜半三更 是这样的感觉 夜半三更就露气了 用上气息的状态 往下去对抗 谢谢给我打赏的同学 琪琪同学说 老师我刚检查出来的声带小节 现在还能唱歌吗 琪琪同学 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 要健康的用嗓 我刚好这十节课里面呢 就有一节课是讲如何健康的用嗓保护声带 第三课上 你将用两只手拿猪肉练太极练发声 手里外的转动同学 腰能晃动吗 腰不可以晃动啊 这位同学 春天的芭蕾是吗 不能晃动 整个人是站如松 然后手动 整个身体都不能动 舞动音符说 刚试过打哈欠一边说话 用上笔枪声音就集中了 对了 唱得最高音 尚不去紧 是因为这个通道的问题 您肯定脖子用力了 一定要注意 放松 你多去找一找 高兴练一练这个 喝鸣和这个 上去的状态 然后呢 你的这个脖子 慢慢慢慢放松了之后 就好了 终于萌萌说 老师教我们唱一句 我们能唱上去的高音吧 刚才老师唱的 一句都唱不上去呢 好 可以唱一个 鸣 或者一或者五 鸣 或者一或者五 张智慧同学说唱歌要高位置又要向下探 请老子具体再讲一下 首先声音的高位置 如果说我不向下探 缺少向下探的状态 这个就是光有高位置没有向下探 大家再注意看 能感觉到区别吗 都在这儿 往下叹气的这样的状态呢 才能够让我们的声音丰富起来 状态起来 舌根老放不下来怎么练习呢 还有这个高音猴舌根琴怎么练习 这两位同学 你们俩都可以把舌头吐出来 然后拿那个纱布或者说纸包着 拽出来 这样练声 越往上唱 吐的越多 这样多去练一练 还有这个 把这个舌尖抵住下牙 做这个动作 这样呢会让你的这个舌头放松 非常好 能感觉到有区别 对不对 所以说为什么说一定要向下探 我们的声音永远是上下分离 左右打开 一定是这样的 不能够光有上没有下 光有右没有左 向下探着唱的小符应该是向里收紧吗 对 是用力的状态 武动音符说 一母音发布好夜 你看同学们 如果说夜半就挤住了 所以说要怎么唱 夜 保持导哈旋的状态 夜 半导哈旋 夜 夜半三个 就松开了 千万不要去单独的去想那个夜 夜就紧了 明白了吧 对是打月亮弯同学说的非常好 他一下去唱就会有凶声 谢谢主意蒙蒙 好 同学们你们都明白了吗 这次的作业 明白的话呢 我的这个答疑就达到这里了 舌头太紧 你唱高音 舌头外深不舌尖应该成椭圆形 不能是尖尖的出来 什么意思 刚刚舌头太紧张了 舌头往外 深 不是 主要 主要大家会有舌根音是 到唱高音的时候呢 舌头老帮忙 对不对 会后缩 我的意思就是说 让大家经常去练练舌头吐出来练声 让你的嘴巴适应 没有舌头状态的发声 就好了 还有我经常做这个动作 明白了吗 同学们 左右打开 静下 同学说 你看 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呢 应该感觉到 两肋是向两边持续持续扩张的 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呢 如果说 我们不打开 声音就是挤的 是这样的 比如说 我跟同学们演示一下 光有上下 没有左右 就是窄的 但是打开就变成了 感觉到了吗 开的状态 好了 同学们 问题都解答结束了 大家回去有空 一定要多多练习 课上说到的那些发声练习 还有我们这个作业的练习 还有我们这个作业的练习 好吗 好的 同学们 拜拜 拜拜 拜拜